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都是虚构骗人的 在现实面前 哪有什么那么好的爱情 残酷的让人心寒 社会中多的都是那种使乱中气的情况 所以这种真挚的 能够为彼此放弃生命的感情 就显得迷足珍贵 其实这部电影的故事取材是真实的 它取材于现实中发生过的一次轮船事故 在二十世纪世界上能够载数以千计人 且速度足够快低轮船 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这么一艘轮船 那就是泰坦尼克号莫术 这艘船举世闻名 许多人都已能够有一张船票 能登上这么一艘轮船而被感自豪 这可是身份的象征 能够上轮船的人 在当时社会上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然而谁又能够想到 正是这艘轮船的第一次航行 却成了最后一次出海 无数游客在上面命丧大海 这艘船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永远的沉没于海底 看过电影的都知道 沉没的原因是船只全程在全速前进中 由于那个时候又正是深夜 没有半点灯光可以看得清楚 最后发现兵 山就在眼前不远处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减速调转方向躲避 撞上了冰山所导致 但其实轮船最终沉没 还死了那么多人的真正原因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解释 而冰山说 只是其中一种罢了 你可能有个疑问 这艘船那么豪华等级那么高 接待的游客非富即贵 肯定会有措施对全部的游客安全有保障 毕竟这么多达官贵人在这里 要是出事了那可不得了 那么为什么包括船员在内还有那么多人里难呢 所有的人都表示很疑问 按照船身设计以及技术来说 就算轮船进水也不会完全沉没了 而且船上放了很多求生舱 实际还有将近所有人一半的数量 却很少人拿出来使用 导致那么多人命丧海洋 结果让人怎么也无法想象 沉船原因太过扑朔迷移 之后 在后面调查过程中 却是又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有许多奇怪现象 根本就无法解释得清 比如当时人马桓 怀疑是船上运载的一具受诅咒的木乃伊 用了法术才会导致测事故的出现 很可笑吧 但也不能怪人们胡思乱想 因为这艘船在当时 大家都坚持认为是 永远不会沉没的巨轮 实际上许多明明可以避免不发生的小细节 最后却都鬼使神差的凑到了一起发生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这背后有神秘力量的趋势 比如在轮船出发后还没多久 就已经收到当局有关冰山出现的通报 但始轮船听到消息后 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任何反应 船长还下令马里全部开足全速全警 在航行过程中 船员也一直没有保持联系 虽然等到后来出事的时候 有发出过急救信号 但是附近的船只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再加上当时职守夜班的船员 在关键此刻又掉了链子 于是无可避免的船只撞上了冰川 种种这些现象 在过后调查中 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诡异 所以人们才把罪魁祸首 推到当时船上顺便运载的 来自埃及的 被施了诅咒的木乃伊上面 当然 这也是一种猜测 最新的研究发现 1523名乘客和船员的死 都表明这几事故 并不是一起简简单单的天灾 而是一起保险诈骗 为了毛取巨额赔偿的阴谋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情的全部真相 已经都永远沉入了海底 成了永久的谜团 历史依旧不断过去 不过不是电影的热推 只怕人们早就忘记了 这背后隐藏的真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buyer计划